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来到智富通设计家这个环节 我们今次就会带大家去到王步花园 进来已经看到周围都是会主的收藏品了 我们今集一起看看 究竟设计师是怎样去好好安排 他所有的收藏品的收纳空间 和整个设计又是怎样的了 Hello 大家好 我叫Jenny 我是Out of Stock的一位Interior Stylist 入行大概七年时间 我自己比较喜欢北欧简约的设计风格 因为北欧简约都很讲求一个大自然的感觉 除了会大量用了木气的傢俬 形成了一个温暖感之外 亦都很讲求将大自然如何引入室内 我希望自己家都有大量的自然光 可以滲入我们家 Jenny 这个单位的尺数有多大 以及整个间隔又是怎样的 这个单位755尺 本身是4个房间加2个厅 但现在其中2个睡房打通了 所以变成3房2厅 有4个人在这里住 他们会不会希望活动空间要多些 有没有设计之前跟你说过 他们的设计要求或想整体的设计风格 又是走一个怎样的风格 整体这个单位的设计风格 就是日式简约的设计风格 他们因为有一个5岁的小朋友 所以都希望周围的空间 会是多些自由活动的空间 所以以简约为主 整体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因为南户主就是爸爸 其实他有很多的珍藏品 他一个超级模型和艺术品的收藏家 所以这个我想是全屋最大的要求 就是怎样可以将它原本要 塞在迷你仓的一些收藏 然后现在可以放在新居里面 还要很完美地展示出来 我们现在就身处客厅的位置 你都提到户主就希望全屋 就是贯设一种日式和风的感觉 既然提到日式和风 你觉得要加入些什么材料 或者加入一些怎样的色系 才可以贯设到这种风格呢 说到比较日式简约的设计 当然我们都会用大部分都是日本的傢俬 都是以木的傢俬为主 而颜色方面 我们整个屋都是用到一些浅的颜色 包括有浅木色有白色为主 另外都用了一些其他的物料 像墙子、砖料、云石 去打造一个简约的感觉 我看到你的傢俬的选择都很特别 因为很多都是用了圆边或者弧形的设计 更加是升高了的设计 好像有一种圆控的感觉 那这种设计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设计的好处呢 就是因为整间屋 其实七百多尺都不算很小的 但是我们都尽量想空间感大一些 所以全部傢俬都会有脚的设计 离地的效果就会令到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压迫 另外你提到是留意到一些圆角的傢俬 就是考虑到比较适合一个小朋友的家庭 因为那些沙发、茶几都比较圆 如果不新的话 那小朋友遇到都不会很伤 拍厅的傢俬的感觉就不是那么笨重 因为它用了很多都是升高一点的设计 再加上一些线条效果 令到整体的感觉更加轻盈 尤其是现在我们在香港地 不是所有屋都是很大很大 就可以放得下很多东西 所以空间感就很重要了 所以要想多些办法令到整个室内的压迫感低一点 那间屋看下去就会大一点了 但是我们经常都说到这个黄埔花圆 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客饭厅的部分 就是一个鑽石形 那会不会在傢俬摆位上有点点难度呢 那你又如何去修饰 或者如何安排在傢俬上的摆位呢 其实这个单位就是七百多尺 也算难度不是太高 尤其是客厅这个部分 你会看到我们坐着的沙发 其实距离电视柜都有差不多两米的距离 所以对于这个单位来说 其实也有一个足够的空间 所以在摆位上 其实就不算是很大的困难 但是相对可能有些小一点的单位 如果去过客饭厅 真的有些比较少于两米的距离 或者是有起角的 那当然就可能要靠摆放些傢俬来修正的图质 而这个单位相对上的难度就没有那么高 那我们了解完整个空间规划之后 不如看看你的材质上是怎样的选择 我们先看看地板 因为我看到地板的选择都很有質感 摸下去都很有质感 其实是一个木纹地板 那我们就将整个地板 包括厨厨 那待会再讲厨厨 那客户先 那我们转了一个木纹地砖 其实好处都是 首先会保持到木纹一个日系木系的感觉 另外其实都是方便清洁打理 因为始终有小朋友在 那就容易弄髒的 所以换了一个地砖 就会方便他们清洁 那而一些灯色效果的设计呢 我看到你都加入了一些射灯 还有普通的圆筒灯 是啊 那在灯光方面 其实我们都经常跟客人说 其实灯光是一间屋里面的设计 其实占有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环 因为灯色基本上是完全可以影响到 整间屋的气氛 那尤其是这间屋 你会见到有很多的展示品 那所以我们都会用了不同的灯色 例如有射灯 跟着在一些展示柜里面 会有LED的灯带 目的也是想更加完美地展示到屋主的收藏品 以及带出一个好像有展览博物馆 给人欣赏的感觉 那说到展览品 不如我们一起过去饭厅那边 看看屋主的收藏品 你又如何安排它的摆位 好啊 对我来说 我想家里最重要的空间 会是客厅 因为它是一个地方 让你和家人聚在一起 一个互动的地方 而我个人就比较着重梳化的设计 因为一般都是尺寸会比较大 而且通常都是一入屋最大的焦点 所以我想客厅 会是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空间 说这么快 我和Jenny就来到饭厅的位置了 那Jenny 来到这里 真的觉得很开心 因为全部都是蓝户主的figures 知道你事先都和户主 有做一个很好的沟通 研究后 究竟应该要怎么摆放 每一件figures的位置 当中有什么困难和挑战 在这里呢 因为其实我想你一眼都看到 因为就真的有很多 它最深爱的收藏品 而且是这么大量 其实很开心的 因为可以帮他们两位屋主 好像达成一个心愿 原本都要塞在窗 现在可以摆出来 真的可以展示 不单是给他们一家人去看 还可以朋友来到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珍藏 所以其实都花了不少时间 跟屋主去沟通去谈 究竟应该摆在什么位置 那些figures应该怎么去排列 令到它是最漂亮的方法 去展示出来 所以你会见到 饭厅这个位置 其实都简选了一段时间 究竟哪几组的figures 应该摆在这个位置 最适合蓝户主 可以坐在这里吃饭的时候 可以对着 看着他最深爱的珍藏品 另外在排列方面 还要照顾女女的需要 就是一些如果是 连女女都喜欢的figures 其实我们会放在玻璃门前面的第一排 令到女女暂时的高度 看上去都可以看到 她这些深爱的物品 另外你看到一些展示柜 都会看到 都是用了射灯和LED灯带 更加令到整个感觉 好像在看展览一样 如果你都喜欢存figures 这一集节目就很适合你看了 因为你可以除了看到室内设计 是怎样可以令户主的所有figures 可以展示出来之外 亦都可以偷偷地地 看看户主存了什么figures 自己都很开心的 而且每一件figures的大小都不同 有些高又有些比较小 其实我都明白在处理上 其实都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 除了一些放在figures模型的位置之外 我看到饭厅都有大量的收纳空间 去给户主摆放自己的其他 可能的宅物或者生活用品 是呀 没错 因为收纳都是所有家庭 其实最需要的其中一个功能 所以除了照顾到 男户主的展示的需要之外 其实我们都设计了很多的收纳柜 在这个客户厅里面 所以你会 其实所有的陈列柜的下半部分 其实都是一些收纳空间 会看到所有杂物就反过来 展示空间就给它展示一些珍藏品 收纳空间就全部收了所有杂物 就看不到 整间屋就会显得比较整洁 除了一些实用性之外 就是可能收纳空间 或者要收一些figures的位置之外 我知道你在设计上 都加入了很多不同的色品配件 令到这间屋感觉上更加有设计感 例如我们旁边的一盏吊灯 它的设计十分之特别 在简选的时候 你又是怎样去选择的呢 因为两位户主 其实他们都是比较欣赏一些 具有艺术感的物品 你看到周围的装饰 你都会略略感到 所以在简选这个吊灯的时候 有别于这间屋的其他灯色 我们都会选了一盏 黑白元素为主的金属灯 其实都是配合在厨房那边 我们改造了一个烫门 亦都是同一颜色 所以就跟整间屋 会带了一个强烈的 contrast 因为整间屋是比较浅色的 而这两个位置 就会是一些黑色的部分 就有一些强烈一点的对比感觉 嗯 没错 我都看到你的厨房烫门十分之漂亮 除了用了黑色边框之外 里面都用了一些玻璃的元素 为什么会选择一个玻璃的烫门呢 其实改造烫门 首先烫门会比较省位 所以就会方便令到厨房的空间更多 另外玻璃就因为有个通透感 所以两个空间的光线 可以互相自然地流通 令到整间屋也是 感觉好像空间这样大了 那我们再看看厨房里面的设计 因为厨房里面 你又要放得多收纳量 亦都要有工作台才够去用 那里面整个空间规划 又是怎么去做的呢 嗯 首先都是设计风格讲起 其实都是连续整间屋的设计风格 都是比较简约 木系为主 所以你一进去里面 都会看到一些植物的线条 另外在物料方面 都是用全体的浅色物料 有浅木色 有云石的白色 亦都有浅灰色的水泥砖 所以在厨房方面 其实最主要的功能 因为都是煮食 亦都有机会会弄髒 或弄湿桌面 其实都是减选物料 是易清洁 亦都是防水 其实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一节 就和Jenny看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 再带大家入房里 看看里面的设计又会是怎样 大家好 回到智富通设计家的时候 上一节就和大家看过客饭厅的设计 现在就来到女女房了 Jenny 我们一来到女女房的时候 已经觉得整间房 是充满着一种公主的感觉 那女女 有没有跟你说过 她们要加入什么元素 或者什么颜色 在这间房里 令到整间房 很有小朋友的味道 其实女女一开始和我们 都有直接去谈的 因为她很喜欢看一套电影 一个卡通电影 尤其是很喜欢当中一位女主角 是一个公主 所以她都希望自己的睡房 就会成为好像一个公主房一样 那她就是当中那位公主 所以在用试方面 你会见到和整间房间 其他的部分 会挺不同的 因为都是我们会跟回电影里面 因为里面会出现一个冰雪世界 其实主要就是淡蓝色和白色为主 所以我们睡房方面的损色 都会用回这两个颜色 我们看完公主Feel之外 这间房也是一个鑽石型的房间 在傢俬摆位上面 女女又要摆书桌 又要摆衣柜 还要摆床 会不会很难安排 每一个地方的功能性用途 其实这里本身是两间房 打通了变成一间 空间上其实是增加了很多 不过当然都要好好地善用 于是我们在设计傢俱的时候 其实都要很细心地去安排 主要你会见到周围的傢俱都是靠边摆 预留了中间会比较多些空间 让女女可以自由活动 像你刚才所说 其实除了睡房主要提供一个休息的地方之外 但又要读书温习 又要女女很喜欢看书 所以我们都设计了一个小角楼 就是在床上 让她有阅读的空间 还有好像自己有个私人的小天地 还有有时她会和爸爸妈妈在那儿玩 我们都设计了一个这样的空间 还有有时傢俱上面 我们会花点心思 因为始终的空间不是那么多 所以可能一件傢俱 可能要演出几个功能的 就好像你刚刚坐在这个位置 是一个座位 就让爸爸妈妈有时可以在那儿陪雷雷 可以读书温习 但同时间其实这里上去 都是一个角楼的梯级位置 最低的这个柜桶 是可以伸出来变成一个梯级的 会是一个几个功能 有一个收纳功能的一个位置 但既然要做一个角楼 小朋友又只有五岁 不如考虑安全性问题 在一个角楼的时候 有没有要顾及什么元素 或者要顾及什么可能因素 令到这里可以提高安全性 首先这个位置 除了像刚才所说 是一个多功能的设计之外 其实都有顾及安全性 因为首先如果这里 通常想一个滑架床 或者一个角楼 可以兼建一个爬梯 但就是考虑到 首先要配合主体 如果一个爬梯的话 其实就会破坏了整间房间的主体风格 另外就是 如果小朋友要爬一个爬梯 其实都有些微的危险性 所以我们就会平衡各方面 首先在这里做了一个储物空间 同时都是一个梯级 而且你会看到梯级会比较高身一些 令到小朋友 不会说很容易就会跌下来 所以都会做到一些不同的梯级 慢慢一级一级去爬上去 但是小朋友都会大 可能很多家庭观众 在设计小朋友的房间的时候都会想 会不会加太多公主元素 或者加太多小朋友的东西 可能他大过了之后不喜欢 那怎么办呢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原因 或者这个因素 会啊 会啊 其实长远我们都要为屋主去 这样想 因为小朋友始终这一刻 他很喜欢看这个电影 希望全房都一定要有这个主题 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首先就要平衡 就要小朋友最重要 他自己喜欢这间房 所以我们都在这一方面 就将个心思摆在牆身上 那我们就找了一些 合乎这个主题性的一些牆子 就贴在一些不同的部分 那一方面这一刻 可以配合这个公主睡房的一个主题 那而另一方面就是 当他长大了 in case他真的 我喜欢另一些风格 其实这些牆子都会很轻易 这样就可以拆除 可以换过一些新的牆子 嗯 最重要就是那个灵活性 和灵活度 那我看到你呢 除了一些牆子之外 你普通可能贵身上面的patter 都是一些很简洁的线条来的 那女女大过了之后 都可以继续使用了 没错 这个单位我想 最具挑战性的一个地方 就是女女房 因为可以说一个睡房 其实是满足了全家人的愿望 那包括睡房本身一个 休息的功能 但是除此之外 其实又要有收纳的功能 读书学习的一个地方 接着要预留一些空间 让女女可以和爸爸妈妈亲子互动的 一个玩的地方 还要预留位置 就是女女可能将来 发展不同的兴趣 一些空间 给她摆东西 那所以在设计家具的时候 其实就要想多一点 花点心思 就怎样可以一件家具 可能要实践几项的功能呢 而当满足了全家人的需求之后 那又要配合整间房的设计主题 始终是一个童话世界了 那也是几句挑战性的 Jenny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主人房了 我看到主人房 就是贯彻客饭厅的一种 又是感觉的 可不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里的设计风格呢 其实这间房子 都是好像你所说的 就贯彻整间房子的设计主题 都是日式的简约风格 你会看到会用到一些植物的线条 另外都是以浅木色和白色为主 我看到贯彻房没有了一个地台的设计 反而将这个东西加进去主人房 主人房的收纳量其实都很充足 其实是呀 因为主人房本身两位护主 他们给我们最大的要求都是收纳空间 所以我们都在不同的位置 例如升高了地台 做了一个提供很多收纳空间的地方 另外都善用窗台为止 就做了一个存在空间 另外就有戴衣柜 其实也都还有一个空间 可以做一点的收纳 就是床尾的部分 我们做了一个吊柜 其实可以给它摆放一些书 其实同时都是一个展示柜 亦都是男护主的要求 希望随风也有少少位 可以将它的真床放在这里 由于男护主就很喜欢 Figus模型 他当然有自己的工作空间 给自己有空拍下它的收藏品 那你有没有安排在这里 即是主人房的部分 给它有一个位置 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摄影棚 没错 你看到就是床尾的部分 其实我们预留了一个空间 在一个工作桌 连买梭装桌 变成两位护主都可以同时在这里使用 一方面他们有时都会工作 可以在这里工作 另一方面就是你这么说 就是一个摄影棚 其实他内不内就会拿些figure 可以在这里帮自己的心外的figure 可以进行一个拍摄 而且在床尾的部分 其实会有一个 预留了他们放脚的空间 变成就算长时间在这里工作 都不会常常要盘着脚 那么辛苦 我看到你在这间房间 都加入了很多不少的心思 例如我们刚刚提及过的地台设计 因为很多地台都会有些抽手 好 那就可以打开櫚 里面就可以放到东西 但是那些地方就很容易积陈 又很容易弃弃自己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令整个设计更加简便 更加简易可以拿到自己里面的杂物 或者生活用品呢 嗯 在地台部分 其实我们就用了我们自己床的一个 无痕的磁石开关 其实一个好处就是用磁石来开关 因为放在地台里面的东西 其实就未必是屋主织经常需要拿出来用的 所以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只要他将磁石放在地台的板上 其实就可以轻易将地台里面的物品拿出来 那好处就好像避免了你刚才提及的情况 就是因为不需要有手机 那变成了整体上是可以做到一个无缝的效果 也都不会说有东西卡到脚或者积陈的部分 那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家庭 可能女儿也有时候会走过来 可能和爸爸妈妈玩一下聊聊天 那当然要提高安全性 那我们看完这一边 可能睡眠区域的设计之后 那我们再看看肚子的设计 我看到肚子的设计 你都加入了一个烫门下去 又有什么好处呢 烫门的好处都同样 都是一个坏位的设计 其实跟其他这家家的部分 都是一样达到同样的效果 那还有呢 厕所里面 我看到你都特意做了很多的日式设计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肚子就比较有特色的 就是因为两户主 其实他们都很忠诚于日本的文化 亦都很喜欢去日本旅行 所以我们就将它原本的浴缸 就改造成一个日式风雷 就带给他们一个很放鬆 一进到来好像度假的感觉 而且女女有空的时候 都可以走过来 还有爸爸的肚子 这个位置 他就可以浸浴了 我们今天就看完整间屋的设计 就要问你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整间屋的设计 家具和装修的费用 一共要用多少钱呢 这间屋全家屋的设计 连装修 首先说了女女房 因为改动了间隔 另外做了一个小角楼 而主人房就升高了地台 套似亦都做了一个日式风雷的效果 而全家屋大部份的房门都做了烫门 还有全家屋的地板 我们改装过 还有长生的油漆 亦都有一部份是贴了墙子 再连全家屋的傢修 大概是用了120万左右 好 今天谢谢Jenny 你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 下个星期的设计家 再和大家见面 如果说到理想家居 我会想起一句说话 就叫做good to be home 如果一个地方能够令你和家人 会感觉到这个地方的美好 或者会想在这个地方 创造更加多的美好 我相信这个地方 就会是一个理想家居 令到你常常都很想 快点回到家 或者多点留在家 如果你都喜欢这条片 记得like comment和share 还有记得subscribe 我们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 page 记得按下小铃铛 就可以留意到我们最新的资讯 再见